宁昌县 西洋海岸县 一辆辆黑色的乡车 急持过宽阔的道路 在海岸县的边缘停下 大量的人手从车上下来 沉默而迅速地开始在海岸县周围 拉起警戒线 诶 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还疯了呢 是啊 这不是个景点吗 前面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啊 尚在海岸边打卡拍照的游客们 见到这一幕 纷纷议论起来 很快便有人前来维持秩序 将这些游客们疏散 并彻底封锁了进入警区的通道 一辆轿车停靠在警戒线周围 几位披着暗红色斗篷的身影走下车 迅速地向海岸县靠近 你好 我是驻宁昌县197小队的队长 周导 为首的男人伸出手 与刚刚疏散完游客的另一个男人握在一起 我是上京市总部特派调查员 吕瑞慈 两人握手之后 便迅速地走过警戒线 向着前方的海岸县走去 现在这里是什么情况 周导看着忙碌的众人 疑惑地问道 不是说来寻找失踪的假面小队吗 怎么在这里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这是左司令亲自下的命令 陈夫子也在赶来的路上 局势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吗 吕瑞慈没有多解释 只是微微点头 他伸手指向前面海岸线尽头的地方 这附近 以前有出过什么事情吗 周导沉引了片刻 没有 没有神秘事件在这附近发生过 但是在收到你们的信息后 我立刻去调了当地的警局档案 发现这里有过三起失踪案 失踪案 是啊 都是一些游客来这附近游玩 然后突然失踪的案子 时间跨度最远的 在三十多年前 到现在人也没有找到 吕瑞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们不先进去探查一下情况吗 周导见所有人都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外 没有走路半步 不由得疑惑地问道 不 左司令有命令 只有陈夫子到了 我们才能行动 吕瑞慈坚定地说道 陈夫子什么时候能到 吕瑞慈正欲开口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海平面的尽头 蔚蓝色的天空与大海之间 一架马车如幽灵般 穿过翻滚的海浪 脚踏海面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这里靠近 随着车身的摇晃 车厢前端悬挂的铜铃 叮叮作响 他来了 吕瑞慈的嘴角微微上扬 那架幽灵马车以惊人的速度掠过海面 最终在两人的身前停下 车厢的门帘拉起 一袭灰袍的陈夫子坐在矮桌之后 手中握着杯盏 目光平静地扫过两人 问道 谁是吕瑞慈 是我 陈夫子 左倾说的地方在哪里 夜幕 小队有消息了吗 夜幕 小队还没消息 吕瑞慈伸出手 指向某个方向 但是在他们失踪前留下的坐标就在前面 左司令吩咐过 等您来了 我们才能配合您行动 嗯 陈夫子点了点头 都上车吧 我们过去看看 周导一正 转头看向吕瑞慈 后者对着他微微点头 率先迈步走上了车厢 周导紧随其后 这马车看起来好心 周导坐在车厢中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忍不住说道 陈夫子握着杯盏的手 微微一颤 吕瑞慈倾壳一声 附身到周导耳边 小声说道 两年前那场神战之中 陈夫子的马车被九助神打碎了 这是新车 周导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有些尴尬地低下头去 没什么丢人的 陈夫子缓缓喝了口茶水 目光波澜不惊 当年确实是我忌不如神 他的目光悠悠看了眼窗外鸟语花香的心景 继续说道 但现在 他们做不到了 驾 坐在车厢前的书童驱车前进 挂在檐上的铜铃 再度叮当响起 陈夫子轻轻一挥手 窗外鸟语花香的心景 消失无踪 下一刻整个车厢的四壁与顶部 都像是水墨般淡去 坐在车厢之内 可以清晰地看到 外面海岸线的景象 360度 无死角天窗 周导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这新车这么智能吗 吕瑞慈瞪了他一眼 周导又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马车奔袭 车窗外的海岸线飞速地后退 吕瑞慈的眉头越皱越紧 奇怪 应该就在这才对 吕瑞慈四下张望了一圈 疑惑地问道 鱼村呢 为什么没看到鱼村 波涛汹涌的海浪拍打在灰褐色的岸边 马车的周围 除了一片荒芜的碎石滩 连一只寄居蟹都没有 更别替林七叶在电话中提到的鱼村了 会不会是地址错了 周导问道 不可能 最后那通电话的信号定位也是这里 不会有错 就在这时 一直闭目养神的陈夫子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睁开了双眼 突然开口 停车 书童勒紧缰绳 马车迅速地停下 陈夫子身形一晃 直接飞出了车厢 一袭灰袍 站在荒芜的碎石滩上 眉头微微皱起 周导和吕瑞慈随之下车 环顾四周之后 什么也没有发现 陈夫子 您发现什么了 陈夫子没有回答 他站在岸边 抬头凝视着蔚蓝色的天空 双眸微眯 伴上之后 他才抬起手 遥遥指向空中半影半现的月亮影子 从这个角度看 月亮是红色的 上京市 守夜人总部 找不到那座鱼村 左倾接到电话 眼眸凝重起来 他仔细思索了片刻 说道 陈璐没有否认那座鱼村的存在 说明零七夜给的地址 应该是正确的 或许那座鱼村 是用了些别的手段 将自身隐藏起来了 左倾看了眼上 在审讯室的陈璐 脑海中飞速地闪过 自己与他的每一段对话 在一开始的对话中 陈璐对自己等人找到鱼村 十分惊讶 但当自己回答了日期之后 他反而又笑了起来 难道决定能否进入鱼村的关键 是日期 陈夫子有把握 进入那座鱼村吗 他老人家还在摸索 但是他说 这好像涉及到了时间法则 能进入其中的概率不大 时间法则 左倾的表情顿时凝重起来 一旦涉及到法则 就说明 事情已经超出了人类 能够处理的范围 就算是人类天花板 再没有灯灵神镜 掌握法则的情况下 也根本无法撼动法则 而大夏唯一拥有 时间神须的王面 此刻依然不知所踪 就算王面回来了 他也未必能拿这法则 有什么办法 控制时间的神须和时间法则 完全是两个层次的存在 更别说现在王面 还只是克莱因 巅峰的境界 想要打破时间法则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左倾沉思的时候 一位守夜人快步走来 将手中的文件 递交到他的手中 左司令 查到了 找到陈璐 和那座鱼村的交集了 嗯 陈璐进入守夜人 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年代太过久远 找他的档案比较麻烦 但还是找到了 左司令接过文件 仔细地翻阅起来 陈璐的家乡 就是宁昌县的 一座小渔村 从当年他填写的地址来看 跟这次渔村的位置吻合 他就是从那座渔村走出来的 左倾诧异地开口 没错 当年守夜人招收新兵的时候 为了和验新兵的身份 还特地派人去那座渔村走访过 当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文件里 还有些关于那座渔村的照片 和对话记录 左倾从文件中抽出了几张老照片 一张张翻阅起来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幼的陈璐 与他的父亲陈狗的合照 两人站在渔船上 一人拎着一条鱼 笑容灿烂无比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左倾不解地开口 也就是说 当时陈璐进入守夜人的时候 那座渔村还没有发生一变 没错 也是 如果当年那座渔村就有问题 那陈璐也无法从里面走出来 左倾点了点头 翻开了最后一张照片 眉头微微一挑 在所有的照片中 那是唯一一张三人合照 除了年幼的陈璐 中年的陈狗之外 照片中 还有一个躺在摇椅上的老人 手中拿着一团菩萨 正不情不愿地看着镜头 表情古板 而又严肃 这是谁 左倾指着老人问道 是陈璐的爷爷 陈阳荣 左倾点了点头 将文件全部看完 再度陷入了沉思 陈璐这么多年 回家看过吗 没有 他从来没回去过 奇怪 怎么了 如果在陈璐离家的时候 渔村还没有发生异变 而且 这五十多年来 陈璐也一次都没回去过 那他是怎么知道 渔村里发生了什么的呢 他凭什么觉得 只要假面与夜幕 进入渔村之后 就必死无疑 渔村 阳光洒在波光灵灵的海面上 雪白的浪花翻滚着冲上海岸 将岸边的渔船 冲得微微摇晃 几位渔民从村庄中走出 熟练地准备着出海的工具 一边忙碌 一边笑着打招呼 二柱子 你今天也出海啊 是啊 这么好的天气 不出海可惜了 也是 今天咱尽量开圆点 争取赚票大的 怎么 最近手头紧了 差不多吧 我家那位不是马上要生了吗 哦哟 恭喜恭喜啊 哎 老狗 你今天还不出海啊 停泊的渔船边 陈狗穿着一身粗布麻衣 独自站在海浪之前 看着远处的大海 正正出神 听到其他渔民的呼唤 陈狗这才回过神 沉默了片刻后 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 你们去吧 其他渔民对视一眼 似乎是有些纠结 最后还是有人开口劝慰道 老狗啊 还是要看看点 做我们这个行当就是这样 谁也不知道 哪天出海就回不来了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要继续生活的 见陈狗依然站在那看着大海发呆 其他渔民无奈地摇了摇头 驾着渔船一起出海去了 陈说 一个声音从陈狗的身后传来 他回过头 只见安清鱼不知何时 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 对着他微微一笑 是你 陈狗有些诧异地开口 你不是今早就走了吗 反正天色还早 我也不急着回去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渔村 想着多看几眼 安清鱼很自然地 在陈狗旁的海岸边坐下 陈狗打量了安清鱼几眼 微微点头 看你的穿着 确实像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孩子 没见过出海打鱼 也很正常 陈说 他们都出海打鱼去了 你怎么不去 陈狗没有回答 他从怀中取出一根烟 飙在嘴中点燃 深深吸了一口 白色的烟气 顺着他的呼吸一散而出 消散在海风中 他凝望着远处的海面 缓缓开口 前几天 我跟我爹出海捕鱼 遇上风浪 船被掀翻了 我侥幸被其他村民的渔船捞了上来 但是我爹没有 姐 安清鱼也不知该如何安慰陈狗 最终只能说出这两个字 随后 他有些疑惑地看了陈狗一眼 犹豫片刻 还是问道 陈叔 你爹的年纪 应该很大了吧 这个年纪了 还需要出海捕鱼吗 不 他老人家已经很多年没有出海了 陈狗摇了摇头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有个儿子 到外面闯荡去了吗 嗯 前两天他来信了 说是去当了个什么兵 还说营里的伙食不太好 我爹一听说他去当兵了 高兴得很 就偏要亲自出海 给他捕几条大鱼 寄过去给他改善伙食 可谁知道 这一去 就再也没有回来 安清鱼陷入了沉默 其实 这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陈狗沧桑地开口 出海捕鱼 本来就是在赌命 我已经见过无数记忆高超的渔民 葬身在了大海之中 我们生在大海 养在大海 最终葬身于大海 也算是个不错的归宿 陈狗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但是 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嗯 陈狗缓缓开口 这两天 我爹给我托梦了 托梦 安清鱼听到这两个字 愣在了原地 这两天 我一直在做一个奇怪的梦 我梦到天上的月亮变成了红色 遍地都是血肉与尸体 我爹 从大海中爬了出来 两只眼睛通红 他跪倒在血泊之中 一边疯癫地念叨着什么 一边跪拜着那轮红月 陈狗的眉头越皱越紧 一开始 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以为 这只是因为我悲伤过度做的噩梦 很快就忘了 但接下来的每一天 我都在重复着这个梦境 梦中他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离我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昨晚 他在疯癫地念叨了许久之后 突然转头看向我 让我跪倒在血泊之中 用那满是鲜血的手掌 按着我的头 用力地磕在地上 与他一起跪拜那轮红月 说完这一切之后 陈狗再度吸了一口烟 眼眸中隐约浮现出恐惧之色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但我总觉得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安清鱼陷入了沉思 托梦 死者 血泊 红月 跪拜 听起来 这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噩梦 但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安清鱼却隐约嗅到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气息 这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安清鱼下意识地抬起头 看向蔚蓝色的天空 太阳高旋于晴空之上 散发着万丈光芒 另一侧的月亮半影半现 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 阳光灿烂 风和日丽 正如那些渔民所说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安清鱼眯起眼睛 凝视了那轮月亮许久 眉头不自觉的骤气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 那轮模糊的月亮表面 似乎真的犯着一抹红意 与此同时 海岸线的另一边 林七夜独自走到空旷无人的海边 看着眼前的大海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七夜 一个熟悉的声音身后传来 嘉兰穿着深蓝色的汉服 一路小跑到了林七夜的身边 那双明亮的眼睛眨了眨 有些担忧地看着她 嘉兰 你怎么来了 林七夜诧异地问道 哦 我有点担心你 担心我 我感觉 你刚刚情绪有点不对劲 嘉兰犹豫了片刻 还是如实说道 平时你从来不会发火的 就算刚刚是为了劝架 你的话也有些太过激进了 还有你的眼神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你 不光是你 胖胖和轻鱼 他们的情绪也很不对劲 嘉兰认真地看着林七夜 眼中的担忧都快溢出来了 林七夜挣了片刻 回想起刚刚安清鱼对她说的话 表情沉重起来 嘉兰说的没错 刚才她 百里胖胖和安清鱼的情绪 确实很不对劲 百里胖胖虽然心思细腻 又非常担心 假面 但也不至于和安清鱼争吵起来 言语甚至已经到了无理取闹的地步 凭她的情商 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才对 还有安清鱼 双伤都极高的她 不应该看不出 百里胖胖 只是在寻求心里的安慰 却还是咄咄逼人 不肯退让半步 而她自己 在见到两人争吵的时候 心中的怒意 也莫名地高涨 这不是正常的 他们该有的行为 这一刻 林七夜又联想到了 满地的虫蚁尸体 以及自相残杀的飞鸟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眉头紧紧皱起 你说的没错 我们的情绪确实出了问题 也许 这和清鱼所说的 闭环出现的原因有关 闭环出现的原因 是情绪失控 这还不能确定 只能说 这两者或许有关联 林七夜冷静地分析起来 如果这个渔村里 真的有某种能够影响情绪 让人陷入异怒 暴躁 降着状态的力量 那它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定在变得越来越强 虫蚁 蝙蝠 老鼠 飞鸟 现在 它甚至已经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再这样下去 人类的理智也早晚会沦陷 与那些虫蚁飞鸟一样 进入自相残杀状态 你是说 到最后 我们也会开始自相残杀 佳兰的脸色难看至极 那我们该怎么办 林七夜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太少了 连这种影响情绪的力量 来自于哪里都不知道 更别说阻止了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打破时间闭环 离开这里的办法 否则 无论是闭环结束后的时间抹杀 还是情绪失控后的自相残杀 都会将我们推向万劫不复的结局 现在 林七夜突然觉得 自己让队员们分散开寻找线索 实在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分散开后 即便是情绪失控严重 只要周围没有人 没有相互见的冲突出现 就不会开始自相残杀 就在这时 林七夜像是想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迦兰 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与认真 迦兰 怎 怎么 你是个例外 林七夜的双眸 微微明亮起来 你的不朽 能够让自身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 这里影响情绪的力量 对你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 你是我们中唯一一个 能够在任何情况下 保持绝对清醒的存在 如果到了最后的地步 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精神失常的状态 就只能靠你了 迦兰愣住了 在林七夜郑重而充满息迹的目光下 迦兰突然觉得压力倍增 他深吸一口气 好 我该怎么做 随机应变 谁也不知道 那时候 我们会在什么样的处境 你只需要凭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就好 林七夜拍了拍迦兰的肩膀 我相信你 迦兰 我知道了 迦兰重重点头 林七夜转过头 看向身前的大海 陈阴片刻后说道 我想下去看看 去海底 嗯 渔村里我已经全部找过一遍了 没有什么发现 如果那维持着时间闭环的东西真的存在 只可能藏在海底 我陪你一起去 迦兰没有丝毫的犹豫 林七夜看着他 微微一笑 好 两道身影 自海水中直前而下 林七夜伸出手 在海水中勾勒着什么 片刻之后 一道道庞大的魔法阵张开 树枝海兽的身影 浮现在海水中 有身体巨大无比的乌贼 有浑身缭绕着电光的银色电蛮 有体型较小 但是速度极快的海龟 这些海兽 悬浮在幽深的海水中 纷纷对着林七夜微微躬身 随后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散开 诸神精神病院的诸多护宫中 步伐能够在海中自由活动的神秘 在这种环境下 比林七夜本身具备更高的机动性 由他们来帮助搜索 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提高效率 林七夜对着其中一只游船大小的灯笼鱼招了招手 后者立刻游到了林七夜和嘉兰的身下 背着他们的身形 在海水中迅速地游走 之所以选择这只灯笼鱼作为林七夜的御用坐骑 是因为它灯笼的微光可以驱除海水 无论它们下潜到多深 都可以制造出一片与陆地无异的环境 灯笼淡黄色的微光 驱散了深海的黑暗与海水 林七夜精神力散开 像是雷达般搜索着周围的海域 这下面好深 嘉兰向下看了一眼 除了近乎漆黑的海水 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 这个闭环的范围 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林七夜回答 昨晚他驾着金斗云 想要找到离开这里的路径时就发现 这块时间闭环的覆盖区域很广 渔村的占地面积只是其中的三十分之一 剩下的全部都是海水 但当时他并没有潜入海底 没有发现这里的深度竟然也如此惊人 寂静的海域中 灯笼鱼拖着二人的身影 云速地向下沉去 此刻 嘉兰却有些慌乱了起来 灯笼鱼的后背是滑润的拱形 除了林七夜握住的灯笼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稳住身形 嘉兰局促地站在灯笼鱼的背上 靠着自身勉强保持平衡 艰难地不让自己掉下去 他的双手悄悄伸出 像是想要搂住林七夜的腰 但又有些不好意思 脸颊泛红 一时之间手足无措起来 就在这时 林七夜的手掌突然伸出 抓住了嘉兰纤细的手腕 环绕在了自己的腰间 抓紧我 别掉下去 林七夜的声音传来 嘉兰感受到臂弯间传来的温度 突然一愣 吓一刻脸 就像是火烧的云朵 瞬间红到了耳根 啊 哦 好 他咽了口唾沫 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 犹豫了片刻之后 鼓起勇气 索性直接向前半步 将脸也埋到了林七夜的后背之上 两人就这么靠在一起 骑着灯笼鱼 在幽深的海水间穿梭 在昏暗且极度安静的环境下 空气中只剩下了两人 略微有些粗重的呼吸声 分为越发的微妙起来 嘉兰贴在林七夜的后背听了一会 眨了眨眼睛 七夜 你的心看好快 你听错了 林七夜背对着他 脸颊微红 洋装镇定地说道 哦 嘉兰吐了吐舌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嘉兰紧紧贴着林七夜的后背 脸上红扑扑一片 他开口 正欲说些什么 林七夜突然抬起头 看向远方 怎么了 那边有东西 林七夜的眼眸中 闪过一道微光 当即沟通了身下的灯笼鱼 向着那个方向 急迟而去 浑浊昏暗的深海之中 淡黄色的微光荡漾而开 随着林七夜二人的接近 深海底端的 一道巨影轮廓 被逐渐勾勒了出来 一座山 嘉兰抬头看着那阴影中 模糊不清的飓风 诧异地开口 海里怎么有这么大一座山 不 那不是山 林七夜的精神力 扫过那黑色的山峰 双眸凝重无比 那是一具尸体 一只巨兽的尸体 嘉兰一愣 仔细地抬头望去 随着灯笼鱼的接近 他已经能一点点地看清 这座巨影的细节 如渔船般巨大的黑色鳞片 密密麻麻地覆盖在巨影的表面 像是古老锋利的棱刀 即便在这里被海水冲刷 不知多少岁月 依然没有丝毫地腐烂溃败 数只海兽护工 在这巨影的周围游走 用意念交流着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你怎么还会说 人类的口头馋了 哦 这是李总管教我的 说得挺帅的 这家伙 未免也太大了吧 生前该是什么境界 不知道 反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种东西的存在 之前我们那片海域 最强大的神秘 也就只有它五分之一的大小 这样的家伙 是怎么会死在这里的 他们的话语 嘉兰听不见 但林七叶却听得一清二楚 他微微皱眉 用意念问道 海兽的体型大小 与境界的高低有关系吗 差不多吧 他身下的灯笼鱼回答 海中的神秘 和陆地上的神秘不一样 一般来说 实力越是强大的神秘 体型就越是恐怖 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那他呢 他大概是什么境界 林七叶指向 深海中的巨兽尸体 他 灯笼鱼成鹰片刻 我从来没见过 这种大小的神秘 或许 他已经超出了这个层次 林七叶的双眼微眯 你是说 这东西 可能是一位神 有可能 林七叶陷入了沉默 在渔村周围的海域底端 躺着一具疑似神境海兽的尸体 难道 这就是时间闭环存在的原因 林七叶骑着灯笼鱼 迅速地环绕起这只巨兽的尸体 即便是以林七叶现在的境界 精神力全部扩散开来 也无法窥探这只巨兽尸体的全貌 突然间 林七叶像是 发现了什么 瞳孔骤然收缩 你发现什么了 加兰疑惑地问道 林七叶骑着灯笼鱼 来到巨兽的正前方 在巨兽猙獰的面孔中央 一只独眼紧紧闭起 在其下方 一道约有六七米高的斩痕 深深地刻入他的体内 周围凌乱地散落着断裂的骨片 像是他的牙齿 林七叶伸出手 指向那斩痕的最深处 那里有个活人 渔村 百里胖胖 曹渊 沈青竹三人 沉默地走在村中的道路上 气氛有些沉闷 胖胖 不知过了多久 曹渊才主动打破了沉寂 转头看向一旁的百里胖胖 认真地说道 刚才你有些过了 百里胖胖低着头 走在最后面 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 我知道 我不想跟轻鱼吵架的 百里胖胖一脚踢飞了 脚下的一颗石子 有些懊恼地开口 但是刚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跟他说着说着 火气突然就上来了 当 石子飞到隔壁房屋的眼角 轻轻一弹 落入了屋子旁的狗窝之中 汪汪汪汪 急促而凶狠的狗叫声 从狗窝中传来 一只灰色的土狗 猛地从小洞中钻出 狂废着向着百里胖胖 冲刺而来 百里胖胖皱眉看了他一眼 眼眸中闪过一丝利器 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柄短刀 刚抬起手 整个人突然愣在了原地 他看了看远处狂奔来的土狗 又看了看手中的短刀 表情似乎有些迷茫 又有些挣扎 最终 他还是将短刀收起 指尖朝着土狗轻轻一点 一抹灵光化作纤细的青绳 瞬间将土狗的一只后腿 与一旁的石块绑在一起 被青绳束缚的土狗 一个呛亮栽倒在地 四肢却依然疯狂地扒着地面 朝着百里胖胖等人接连吼叫 刚刚百里胖胖的动作 被沈青竹尽收眼底 他皱眉凝视着百里胖胖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我 百里胖胖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双手抱在头上 依靠在墙边缓缓蹲了下来 你没事吧 曹渊在他的面前蹲了下来 我不知道 百里胖胖有些烦闷地说道 我好像有点不对劲 汪汪汪汪 土狗的狂吠在道路间回响 镇的人耳膜生疼 曹渊眉头微皱 继续劝味道 总之 这件事情结束后 你要好好去给青鱼道个歉 曹渊的声音被狂吠声压了下去 百里胖胖茫然开口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曹渊深吸一口气 再度开口 我说这次事件结束 汪汪汪 曹 曹渊的眼中 攀附起一抹怒意 整个人猛地从地上站起 一双泛着星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远处 被束缚住的土狗 右手瞬间搭在了 腰间的直刀刀柄上 他手掌微微用力 便要拔刀而出 咔打 一只手掌迅速地按在了刀柄 将即将出翘的刀 又摁了回去 曹渊转过头 那双愤怒的眼眸 看到身旁的沈青竹 突然一愣 不能拔刀 沈青竹的表情 前所未有的严肃 曹渊 你绝对不能拔刀 为什么 沈青竹张开嘴 正欲说些什么 两人的余光撇到远处 瞳孔微微收缩 只见那只被青绳束缚在石块旁的土狗 双眸通红无比 他停止了吼叫 开始低头疯狂地撕咬着自己的后腿 像是浑然察觉不到疼痛般 尖锐的牙齿 撕扯着血肉 猛地用力 竟然硬生生将那只被绑住的后腿啃了下来 林黎仙血顺着他的身体流淌在地 恢复了自由的土狗 缓缓转过头 那满是自己血液与碎肉的猙獰狗嘴 百里胖胖目睹了这一幕 震惊地开口 即便失去了一条腿 这只狗的速度也没有丝毫地置换 它就像是一只失去了痛觉的疯狗 张开血淋淋的獠牙 再度对着三人狂吠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灰影从天而降 精准地俯冲向高速移动的疯狗 那是一只遍体鳞伤的飞鸟 沈青竹认的这只鸟 今早他们在村门口的时候 见证了鸟群的自相残杀 这只鸟便是最后的赢家 那只飞鸟双眸同样心红无比 它发出一道尖锐刺耳的鸣叫 收敛双翼 从高空俯冲而下 像是一道灰色的闪电 猛地扎进了疯狗的右眼之中 鲜血蹦践 疯狗的咆哮声淒厉了起来 它疯狂地摇晃着头颅 想要将飞鸟从头上甩下 但飞鸟却没有丝毫的聚色 一下又一下地啄击着它的另一只眼睛 一狗一鸟 如同疯魔般厮杀在一起 百里胖胖三人看呆了 这里有某种东西 能够影响生物的理智与情绪 沈青竹看到这一幕 更加笃定了心中判断 他转头看向曹渊与百里胖胖 严肃无比地说道 人也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 所以 我刚刚也是 百里胖胖像是明白了什么 嗯 你刚刚情绪失控 应该也是被影响了 沈青竹微微点头 随后看向曹渊 说道 曹渊 你也被影响了 曹渊低头看了眼 自己搭在刀柄上的右手 陷入了沉默 刚才的那一瞬间 他确实有想拔刀杀狗的冲动 凭他们的身手 对付这种路边疯狗 本就没有丝毫的难度 随便一脚 就能把他踢飞数十米远 可刚才 他起了杀心 他想拔刀解放进虚 杀死那只疯狗 我 曹渊难难自语 如果人类也在这种力量的影响范围的话 我们中最需要小心的 就是你了 曹渊 沈青竹看着曹渊的眼睛 认真地说道 我们其他人还好 如果实在无法保持理智 可以让胖胖 用禁物封锁住我们的行动 防止做出一些无法挽回的事情 但你不一样 你的黑王斩面 本就极容易失控暴走 如果你拔刀进入了黑王状态 两者叠加 你根本不可能保持理智 再加上你那恐怖的暴走禁虚 我和胖胖夹起来 都未必震得住你 前方的道路上 飞鸟与疯狗的厮杀 已经接近尾声 疯狗一口咬掉了飞鸟的头颅 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几步 似乎还想来四耀百里胖胖 但没走几步 便瘫倒在的 潺潺鲜血从他的体内流出 片刻后就失去了呼吸 曹渊沉默地看着这一幕 深吸一口气 将腰间的执刀摘了下来 递到了沈青竹的手中 拽哥 我的刀 给你保管 这只巨兽的嘴里 有活人 嘉兰看着那贯穿巨兽嘴部的刀痕 在崩碎的獠牙之后 他的口腔在幽深的海水中漆黑一片 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准确地说 是在他的胃里 灵漆夜凝视着巨兽的口腔 眼眸微微亮起 我想 我找到那件东西了 他拍了拍身下的灯笼鱼 用意念与其沟通 下一刻 二人便笼罩在淡黄色的微光下 缓缓飞入了巨兽的口腔之中 巨兽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即便是口腔 都有一座普通体育馆的规模 通过灯笼鱼的光芒照耀 嘉兰还能清晰地看见 他口腔内暗藏的牙齿 参次着错落四周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 大型鱼类的骨骼碎片 穿过他的口腔后 灯笼鱼顺着石道一路下游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片 仿佛无穷无尽的昏暗空间 无数鱼类的尸骨 以及大量形状怪异的生物骨骼 漂浮在空中 像是一座巨大的白骨坟场 一股莫名的腐臭味 弥漫而开 这里就是他的胃 嘉兰搂着灵七叶的腰 通过灯笼鱼的微光 观察着四周 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位面也太大了吧 是他的其中一个位 灵七叶补充道 像这样的位 他还有四个 嘉兰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随着灯笼鱼的前进 远处的黑暗之中 隐约出现了一座血色肉墙 这座肉墙的表面凹凸不平 似乎还黏附着些许绿色的位叶 墙体向着四周无限延伸 包裹着整个空间 这里 便是这只位的边缘 借助灯笼鱼的微光 灵七叶微微眯起眼睛 看向肉墙的中央 那里 一个即将被肉墙吞没的身影 正孤零零地悬挂在空中 他的下半身彻底被肉墙的血肉包裹 上半身赤骨暴露在外 低垂着头颅 一根根苍老的发丝 在腥臭的海水间飘荡 像是一具尸体 那是一个灵七叶从未见过的老人 但此刻 灵七叶的目光并没有放在那老人身上 而是看向了那老人的胸口 老人干受且满是褶皱的胸膛之上 一柄熟悉的长刀 深深地刺入了他的体内 那柄长刀的尾端 漂浮着一道流光般绚烂的圆环 不受海水的阻力 缓慢而优雅地徐徐旋转 让人仅是看一眼 就挪不开眼睛 在那道流光圆环旋转的过程中 岁月的流逝 仿佛都停滞了 过去与未来被交织在那小小的圆环中 像是头尾相接的咸尾蛇 神秘而强大 灵七叶认的这柄刀 一元 那柄刀是不是 与此同时 嘉兰同样看到了那柄刀 有些疑惑地开口 嗯 灵七叶点了点头 那是王面的贴身配刀 他的刀怎么在这里 他人呢 这应该不是王面的刀 应该说 这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王面的刀 灵七叶凝视着那悬浮于 一渊尾端的神秘圆环 缓缓开口 这柄刀的身上 缠绕着维持这座渔村时间闭环的法则 这种法则之力 根本不是现在的王面能够拥有的东西 目前为止 灵七叶只在两个人的身上 见过这柄刀 一个是现任 假面 小队的队长王面 另一个 则是将他们打散进入日本人圈 疑似来自未来的老年王面 既然现在的王面 不可能拥有法则之力 那这柄刀的主人身份 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是 来自未来的王面的刀 而这座渔村的时间闭环 应该也是他的手柄 只不过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 设置这样一个闭环 这柄刀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被这柄刀刺中的 究竟是什么人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涌上灵七叶的心头 就在他沉思之时 那被一冤定死在肉墙上的老人 缓缓睁开了眼眸 在海水中漂浮的苍老发丝轻微摇晃 他微微抬起头 一双深邃而泛着红异的眼眸 落在了灵七叶与嘉兰的身上 不知为何 在看到这双眼眸之时 灵七叶的心突然一紧 又混进来了两只老鼠骂 老人的嘴唇微动 但苍老的声音 却悠悠传入了二人的耳中 灵七叶早在进来之前 就用精神力感知到了 老人的心脏依然在跳动 虽然已经被一冤洞穿 虽然这种跳动极其的微弱 但他依然是活着的 以一种灵七叶无法理解的形式 你是谁 灵七叶皱眉问道 我 老人平静地回答 我叫陈阳荣 一个普通的渔民 渔民 听到这两个字 灵七叶的眉头微微皱起 一个心脏都被一冤洞穿 却依然存活在深海巨兽位里的怪物 你管自己叫普通渔民 你们 也是误入这个时间闭环的可怜虫吧 老人的声音 再度回荡在灵七叶的耳边 声音似乎有些慵懒 想活命的话 就来拔下我胸前的这柄刀 等我出去之后 会好好答谢你的 灵七叶表情古怪地看着他 伸出手 指了指自己 你觉得 我像傻子吗 先不说老年王面 为什么要杀着老人 光是看他的模样 还有那身处巨兽未必之中的身体 就绝对不像是什么善茶 就凭一句话 就想让我拔刀放你出来 我像是那么好骗的人吗 就算要骗 你也得先编个像样的谎话吧 哼哼 不是是怎么知道 万一你就是个傻子呢 陈阳荣轻笑一声 看着灵七叶与佳兰严肃的表情 陈阳荣的笑容也逐渐收敛 不紧不慢地开口 不过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 也懒得跟你们编故事废口舌 不管你是聪明人还是傻子 想活着从这里走出去 就只能拔下这柄刀 否则 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灵七叶思索了片刻 眯眼看着他 眼眸中闪烁着精芒 死路一条 我为什么会死 陈阳荣看了他片刻 冷笑了一声 还知道来套话 看来你确实不是个傻子 陈阳荣对灵七叶的小心思 似乎并不在意 伸出手 指了指胸前 徐徐旋转的流光圆环 要么 你们死在他的手里 紧接着 他高抬起手臂 指了指头顶 要么 你们死在他们的手里 他们 灵七叶抬起头 看向陈阳荣伸手指向的地方 除了漆黑一片的未必 什么也看不见 那里什么也没有 灵七叶摇头 你现在看不见 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陈阳荣的目光 似乎穿透了无音的虚空 眼眸中浮现出一抹狂热 他们一直在所有人都只能仰望的地方 只是没有人注意到罢了 他们 在遥望 他们在等待 他们终将归来 你是说 月亮上有东西 渔村的海岸边 安清渔听到陈狗的话 眉头紧皱起来 陈狗点了点头 我爹死后 我就一直在 重复着这个梦境 每次从梦中惊醒 都是在半夜 我的床又正好在窗户旁边 所以我睁开眼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 都是那轮月亮 你看到了什么 眼睛 陈狗的眼眸中 浮现出恐惧之色 月亮的表面 有一只巨大的眼睛 它在看我 月亮上有眼睛 安清渔一愣 再度抬头看向天空 那轮若隐若现的月影表面模糊一片 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存在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 但我确实看到了 然后呢 现在 你还看得到吗 不 每当我看到那只眼睛 月亮上就会闪过一道金色的光 然后那只眼睛就消失了 一切恢复如常 月亮上的金光 安清渔听到这个描述 一缕思绪如电般掠过他的脑海 他像是抓住了什么关键 又像是什么都没抓住 正当他要好好静下心来思考的时候 一道道嘈杂的声音 从身后的村庄传来 像是有什么人在尖叫 怒骂 陈狗一正 回头看向村庄 只见村庄的角落 不知何时已经燃起了火光 滚滚浓烟正冉冉升起 发生什么事了 陈狗见一位村民匆匆忙忙地跑过去 连忙拉住他问道 村西边的王寡妇 拿刀把怀孕的妖妹给捅了 那村民急切地开口 什么 陈狗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他们两家的关系 不是一向很好吗 不知道啊 整整六刀 全部都捅在了肚子上啊 一边捅一边 还疯疯癫癫地嘀咕什么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跟着磨了一样 两个男人拉都拉不住 陈狗茫然地站在了原地 似乎是无法理解这一切 回来再跟你细说 我现在去隔壁村找赤脚医生 也不知道 妖妹还就不救地回来了 村民叹了口气 加快脚步 飞速地向着海岸线的另一边跑去 安清瑜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陷入了沉默 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渔村已经彻底与世隔绝了 就算这个村民再怎么跑 也去不到隔壁村 更别说找到那个什么赤脚医生 岁月早已抹平了一切 安清瑜不是医生 不懂治病救人 就算他能用手段挽回那个孕妇的姓名 也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转头看向 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的村庄 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如果他的猜测没错的话 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二柱子怎么还没回来 陈狗听到那个村民的消息 表情同样急切无比 他转头 看了远远处的海平线 没有任何船只存在 他一咬牙 拔腿便往着火的地方狂奔 然而 他刚没跑两步 脚下一个踉枪便栽倒在地 他在原地趴了片刻 缓缓坐起身 像是尊雕塑般一动不动 整个人都呆滞了 陈叔 安清瑜眉头一皱 快步跑上前扶起陈狗 疑惑地问道 陈叔 你怎么了 陈狗呆呆地看着前方 好一会才缓过神 他转头看向安清瑜 眼眸中一抹心红 如潮水般蔓延 我听到了 他喃喃自语 什么 我听到了 陈狗挣脱了安清瑜的手臂 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脸上满是惊恐与难以置信 我爹 我爹在呼唤我 上京士 守夜人总部 审讯士 被独自锁在审讯室中央的陈鹿 身体突然一震 猛地抬起头颅 眼眸急速地染上一抹心红 他的表情疯狂抽搐 像是在痛苦 像是在挣扎 又来了 又来了 陈鹿的双唇轻颤 脖子上的青筋 一根根抱起 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疯狂一语 爷爷 我知道了爷爷 不要再说了 不要 该死 该死 你们能不能闭嘴 你们的强大 你们的意志 我都已经知道了 够了 你们你不要再说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表情越来越猙獰 他瞪着 那双新红的眼睛 抬起头 痛苦地 用头部撞击着锁链 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声响 审讯室外 左青等人见到这一幕 脸色骤变 开门 让我进去 左青打开审讯室的大门 静止走到了痛苦低吼的陈鹿面前 皱眉开口 陈鹿 你在说什么 该死 陈鹿抬起头 新红的眼眸凝视着左青 身体都在控制不住的阵战 赢不了的 什么 守夜人 大夏 大夏神 我们赢不了他们的 陈鹿低吼着开口 他们太强大了 强大到超出我们的理解 他们归来的那一天 没有存在能阻挡他们的脚步 只有卸下武装 放弃抵抗 贵服在他们的脚下 信仰摩拜他们的存在 人类才能有一线生机 左青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 你疯了 陈鹿 你在说些什么 这些年 我每隔三天 就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在我的耳边疯狂的低语 将关于他们的强大 与意志 全部灌输到我的脑海中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他们的恐怖 相信我 左青 我们真的赢不了的 陈鹿的表情 痛苦至极 那双镜忽流淌出血液的双眸中 是浓浓的悲伤与无力感 他们是谁 左青扯着陈鹿的衣领 咆哮着问道 陈鹿的面部肌肉 不受控制的抖动 他的嘴角勾起一个苍白的弧度 用颤抖的声音 缓缓说道 他们 是宇宙的终点 是所有诡异神秘的起源 是凌驾与法则之上的至高存在 他们的名字是 克苏鲁 克苏鲁 左青听到这三个字 微微一愣 随后果断地摇头 不可能 克苏鲁神话 没有随着迷雾降临 除了几座伊斯克苏鲁的古老遗迹之外 世界各地都没有发现过 有关克苏鲁神明的任何线索 他们不在这里 是吗 陈鹿冷笑起来 地球之外呢 左青一愣 你说的没错 曾经的 蓝鱼 小队 以及上协会 已经基本 把迷雾各处都探索了一遍 地球上确实没有 克苏鲁神明存在的痕迹 但地球之外呢 我们找过了吗 你以为 我们头顶的月球 是真实存在的吗 陈鹿的话音落下 左青在原地正了许久 才难以置信地开口 你是说 克苏鲁神明 也随着迷雾降临了 而且降临在了月球上 陈鹿摇了摇头 反了 什么反了 顺序反了 陈鹿强忍着痛苦 一字一顿地开口 不是克苏鲁随着迷雾降临 而是迷雾因克苏鲁而降临 迷雾是克苏鲁众神的产物 左青心神一阵 在守夜人目前的认知中 世界秩序的崩塌 起源于百年前的 那突然从南极洲涌现出来的迷雾 迷雾降临之后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沦为死地 只有大厦众神社区神力与肉身 化作九座镇国神碑 将迷雾彻底隔绝于边境之外 让大厦逃过一劫 迷雾降临之后 无数诡异的神秘 开始降临在世界各地 为了清剿出现在大厦境内的神秘 守夜人便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 迷雾的出现让原本高居于神国之上的诸神神力凋零 境界与实力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下滑 在神国的神力同样在衰退的情况下 部分神明离开神国 行走于迷雾之间 疑似在调查迷雾出现的原因 被探索迷雾的大厦守夜人发现 这才有了神明观测序列的诞生 在守夜人长达百年的探索观测中 逐步发现了各个神系神明的踪迹 但有些神系的神明却始终不曾出现 克苏鲁神话便是其中的一员 但奇怪的是 虽然没有发现过克苏鲁神明的存在 但上协会却在世界各地 发现了几座有关克苏鲁神话的古老遗迹 这就说明 克苏鲁神话在远古时期或许是真实存在的 但现在为何不曾被观测到 却不得而知 现在 左倾从近乎半封的陈禄嘴中得到了答案 即便这个答案未必是正确的 但也为他们提供了方向 更重要的是 如果陈禄的所言都是真实的 那迷雾的出现或许也可以被解释 困扰了守夜人与诸神百年的难题 也将就此解开 左倾走到窗边 抬头看向天空中逐渐清晰的月亮 微微皱眉 这说不通 如果克苏鲁中神针的存在月球 我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才对 我大厦有那么多天文学家 盯着那轮月亮 就连赤天使米加勒 我们都曾观测过 克苏鲁神明的体型都极大 我们没道理发现不了 哈哈 陈禄低垂着头颅 虚弱地笑了起来 他抬头看向左倾 缓缓开口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什么 米加勒 为什么一直守在月球上 听到这句话 左倾愣在了原地 1928年 一束金色剑芒从月球发出 穿过宇宙 将陆西法所在的北眉火山 移为平地 然后我们才将目光 放在了月球之上 观测到它的存在 从我们发现它时起 米加勒就驻守在月亮上 从未移动过份猴 这百余年来 他只做过两件事 自月球出剑 镇压惰天使陆西法 以及赠予一个苍南式的 无名小子 凡尘神域 这两件事 他都是在月球上完成的 你不觉得奇怪吗 各系神话的神明 都行走在迷雾之中 就连与米加勒 同源的陆西法 都在北美活动 米加勒为什么要 独自站在月球 守望人间 他在那里做什么 渔村深海 他们 他们是谁 林七叶皱眉问道 陈阳荣嘴角 控制不住的上扬 他抬起头 苍老凌乱的发丝飘荡 那双星红的眼眸 凝视着月亮的方向 张开双臂 黄热地呼唤着 他们的名字 他们 是宇宙的终点 是所有诡异神秘的起源 是凌驾与法则之上的 至高存在 他们是 克苏鲁 听到陈阳荣这近乎 狂信徒的宋明方式 林七叶眉头皱了起来 克苏鲁 林七叶当然知道 这个神系的存在 不过据他所知 目前的迷雾世界中 从来没有观测到 克苏鲁神明 在集训营的时候 教官也曾教过 克苏鲁神话的神 可能本身就不存在 联想到陈阳荣 刚刚说过的话 林七叶思索了片刻 再度抬头 看向头顶的漆黑 一直在所有人 都只能仰望的地方 守望 归来 是月球 林七叶转头 看向陈阳荣 眼中满是震惊 克苏鲁神明在月球上 你是客系神明的代理人 代理人 不 我不配代表伟大的克苏鲁 我只是他的信重罢了 陈阳荣的眼中满是狂热 但语气却卑微至极 是伟大的克苏鲁 赐予我第二次的生命 赐予我强大的力量 洗涤了我污浊的血脉 以此为枢纽 让我与我的子孙们 都有机会聆听到他们的声音 接近这个宇宙的终极 这是我们陈家的荣耀 他瞪着星红的双目 撞丝疯癫地扭动着身体 同时伸出手 温柔地摩擦着自己身后的胃壁 吞没了他半个身子的血肉 突然扭曲蠕动起来 沿着他的腰部缓缓攀爬 像是要将他整个人吞入其中 你疯了 林七叶的精神力扫过那片胃壁 像是发现了什么 冷声开口 你已经被这些血肉吞噬了理智 它在蚕食你的身体 不 我没有疯 陈阳荣的身体 逐渐被血肉吞没 大笑道 你知道吗 自从嵌入这块血肉之后 我从一个险些葬身海底的普通渔民 到现在近乎触摸神迹的地步 只用了四天 这四天 我每天都在聆听他们的声音 我能感觉到 他们对于归来的渴望 陈阳荣伸出手 像是想要触摸到那遥不可及的月亮 用兴奋而癫狂的语气大喊 我陈阳荣 克苏鲁最忠实的信徒 要亲手接引他们归来 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未必中的海水 剧烈地翻滚起来 一股狂暴而凶悍的力量 自陈阳荣的体内激荡而出 从境界上来看 只差半步便要突破 克莱因境巅峰 抵达人类天花板 疯狂搅动的海水之中 灯笼鱼的微光 控制不住地闪烁起来 他自身的境界并不高 此刻在陈阳荣力量的冲击下 已经摇摇欲坠了 感受到这恐怖的力量波动 林七叶的眉头微微皱起 他的神智已经彻底被那团血肉腐蚀了 林七叶的目光 扫过包裹着陈阳荣身体的未必 低声对迦兰说道 我能感知到 一股极其诡异暴躁的神力 从巨兽的尸体 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 他现在的境界 应该也是靠着巨兽尸体的神力 强行拉上去的 安清瑜从古神教会成员的口中听说过 越是强大的神明 他的神力 就越是容易影响代理人的性格与思绪 虽然陈阳荣不是代理人 但我想 其中的原理是一样的 在如此庞大的神力冲刷下 他的潜意识与思绪 已经被彻底影响了 你是说 他现在的想法 其实都不是他自己的 加兰疑惑地问道 嗯 如果他刚刚说的是真的 那说到底 他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进入这里的普通渔民 怎么可能在四天之内 就大胆到 扬言要接引一个神系的神明回归 这心性的变化太大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真正想要接引 客系神明回归的 是他 林七叶伸出手 指了指头顶的卫壁 这只巨兽 他和克苏鲁神话 是什么关系 还不知道 或许 他是曾经极度崇拜克苏鲁神话的生物 又或许 他就是克苏鲁神话的一员 疯狂涌动海水之中 巨兽的卫壁 已经吞没了陈阳荣 绝大多数的身体 只剩下一颗头颅 以及插着长刀的胸膛 暴露在外 飘零的发丝在海水中涌动 他抬起那张苍老的面庞 看向头顶的虚无 眼眸中隐约浮现出一轮血月的倒影 他缓缓开口 血月 又要降临了 渔村 天色渐暗 昏黄的夕阳被厚重的乌云遮掩 夜晚尚未完全降临 天地间便昏沉一片 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 突然卷起了阴冷狂风 海浪被卷起数十米高 重重地拍打在岸边 崩碎的水珠 化作漫天星雨 洒落在安清雨与陈狗的身上 陈狗瘫倒在地 身体痛苦地蜷缩起来 双手捂着耳朵 疯狂地用额头撞击着地面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的头要裂开了 她像是浑然不知疼痛般 额头撞击地面的力度越来越大 鲜血顺着她的脸颊低落在地 却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 似乎想要将自己的头硬生生地砸脸 安清雨的眉头紧紧皱起 她一把拉住陈狗的肩膀 阻止了她的自残行为 陈说 你听到啥 安清雨的话尚未问完 整个人就愣在了原地 只见陈狗那张满是血污的脸上 一双眼眸心红似血 她呆呆地凝视着头顶的昏暗天空 一轮血色的月亮倒影在她的瞳孔 散发着森然诡异的光芒 我听到了 陈狗喃喃自语 他们的声音 安清雨正了片刻 立即催动静虚 眼眸中染上了一层灰液 开始迅速地解析起陈狗的身体 隐约间 她看到一缕星红的丝线 自大海中延伸而出 一分为二 其中一缕融合进了陈狗的血脉之中 不断蚕食着她的精神与肉体 另外一缕 穿过无垠的天空 不知延伸向何处 灵魂污染 安清雨看到那根丝线的瞬间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她深吸一口气 那双灰色的眼眸 认真地凝视起那根血色丝线 似乎是想要解析她的存在 但下一刻 她的眼睛突然剧痛 像是有一根尖刺扎入了眼球 控制不住地闭上了眼睛 啊 安清雨低音一声 双手抱住头 表情同样痛苦无比 数十秒后 她才缓过神 艰难地睁开眼睛 像是虚脱了般喘息起来 就在刚才 她想要解析那血色丝线的瞬间 诡异的污染之力 便通过她的目光 想要侵占她的精神 好在安清雨的反应足够迅速 及时收回了目光 否则她可能也要像陈狗一样 被那股诡异的力量污染 可她不明白 陈狗只是个普通的渔民 为什么突然会和这种恐怖的污染扯上关系 安清雨看着趴在地上 痛苦嘶吼的陈狗 又转头看向那自海底延伸而出的血色丝线 以及一分为二 飞向天际不知去向的第二段丝线 像是想到了什么 瞳孔微微收缩 我老婆好几年前就病死了 儿子几年前走出了这个渔村 到外面闯荡去了 前几天 我跟我爹出海捕鱼 遇上风浪 我侥幸被其他村民的渔船捞了上来 但是我爹没有 陈狗的这两句话 突然回想在安清雨的耳边 在这一瞬间 她想到了某种可能 血脉 这种灵魂污染 渗透进了血脉 安清雨难难自语 如果她的猜测没错的话 那自海底延伸出的血线 便是来自陈狗的父亲 她也是这灵魂污染真正的来源 而这种诡异的灵魂污染 又通过冥冥之间的血脉 在影响着她的子孙后代 其中也就包括尚在渔村中的陈狗 以及早早地就离开了渔村的孙子 陈鹿 陈狗这两天晚上做的梦 不仅仅是梦这么简单 正如她所说的 这是她的父亲在通过血脉 向他们传递某种信息 死者 血泊 红月 跪拜 安清雨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看向天空 不知何时 厚重的乌云边缘 已经有一脚血色的月亮 悄然探出 哐荡 一声巨响从岸边传来 安清雨转头望去 只见在波涛汹涌的岸边 一艘残破的渔船被海浪拍打出岸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飘荡而出 秀极斑斑的甲板早已化作了一片血海 一句句伤痕累累的尸体 瞪大了眼睛倒在血泊中 死不瞑目 刀伤 咬伤 捕鱼尖刺出的血洞 他们身上的伤痕各不相同 唯一相同的 是那他们致死都争獰愤怒的面旁 他们 是今天一起出海的渔民 他们死于自相残杀 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 手握血迹斑斑的短刀 亮呛着从渔船上跳了下来 我的 都是我的 之前被尘狗称为二柱子的男人 一边跌跌撞撞地向前走 一边撞死疯癫的自言自语 突然 他的鱼光瞄到了一旁跪倒在地的尘狗 以及站在他身边的安清鱼 他先是一阵 随后握紧了手中的短刀 表情再度争鸣起来 死 跟我抢的都要死 他高抬起手中的短刀 猛地加快速度 疯狗般向着安清鱼冲来 安清鱼的眉头一皱 眼眸中生起一抹怒意 一柄锋锐的手术刀落在了他的掌尖 手腕一抖 必要将其投掷而出 清鱼 江尔的声音突然自安清鱼腰间的蓝牙音箱传出 安清鱼抬到一半的手腕一阵 眼眸中瞬间恢复了一丝清明 反手将手术刀收起 侧身避开了疯癫二柱子的斩机 轻飘飘的一掌按在他的胸口 将其直接拍飞树米远 下一刻 一根无形丝线飞出 瞬间将他捆得严严实实 做完这一切之后 安清鱼深吸一口气 身体这才放松了下来 多亏你了 江尔 他差点又被影响了 明明他已经在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刚才却还是心神失守 差点丧失了理智 他能明显地感觉到 那影响人情绪的力量 正在逐渐地增强 安清鱼抬头 看向天空中那轮逐渐自乌云中移出的红月 眼眸中的凝重之色 越发地浓郁起来 是那轮月亮 他喃喃自语 现在 他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影响人情绪的神秘力量 就来自那轮红月 随着红月的轮廓越发地完整 操控情绪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 只怕等到那轮红月完全地暴露在空中 月光洒落在这片村庄的时候 一切生物都将彻底丧失理智 成为只知道自相残杀的怪物 可为什么 只有这座渔村的月亮会变成这样 这里的时间闭环 会不会就与那轮红月有关 没事 这里影响人情绪的力量 虽然对我有效 但是效果似乎被削弱了很多 姜耳的声音从蓝牙音箱中传出 安清鱼点了点头 虽然你的肉体已经失去生机 但大脑还是活跃的 所以 控制你情感的那部分脑域 也会被影响 只不过比我们要好很多 清鱼 你找到隔绝这种情绪影响的方法了吗 安清鱼陷入了沉默 如果这种能够让人自相残杀的神秘力量 真的来自于那轮红月的话 最直接的办法应该是隔绝光照 安清鱼指尖青苔 一道道黑色荆棘 自大地中破土而出 画作巨简将它与尘狗包裹其中 它闭上眼睛 仔细感知了片刻 心中的暴躁与烦闷 没有丝毫的减弱 物理层面的遮挡无效 也就是说 这轮红月对生物的影响 并非以光作为媒介 而是以别的无法阻挡的形式 该死 这该怎么处理 它总不能飞上天去 把那轮月亮直接劈碎吧 无法在这红月的影响下保持清醒 那唯一的办法 就是强行脱离这处时间闭环 逃离这个村庄 可维持时间闭环的根源尚未找到 除非试着用蛮力直接扯开闭环 否则它们根本无法从这出去 可问题是 如果它们真的有能够扯开闭环的力量 它们早就从这里出去了 它们这群人中 境界最高的也不过是无量 距离那个层次还有 等等 就在这时 安清瑜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地转头看向之前百里胖胖曹渊 与沈青竹离去的方向 眼眸微微收缩 或许那个层次的恐怖战里 它们并不是没有 熊熊的火焰如同恶魔的触手 在昏暗的天空下 猙獰狂舞 星红的红月已从云中露出半边 一股诡异森然的气息 在整个渔村内蔓延 快 按住它呀 再来两个人 它疯了吗 以前怎么没看出它力气这么大 赤脚医生呢 医生怎么还没来 妖妹已经要不行了 燃烧的房屋旁 三个男人死死地将一个手握柴刀 浑身是血的中年妇女按在地上 妇女浑身的青筋暴起 眼眸中鸿芒闪烁 整个人的表情疯狂无比 她的对面 一个腹部高高隆起的女人 无声地躺在血泊之中 已然停止了呼吸 放开我 放开我 被暗倒在地的妇女咆哮着 手脚却无法挪动分毫 她猛地低下头 用尖锐的牙齿 猛地咬在了按住她手掌的男人手臂上 丝丝鲜血从中渗出 哎呀 被咬到的男人吃痛 惨叫着收回了手臂 眼眸中同样染上一抹星红 暴怒而又凶狠 臭娘们 找死吗 她伸手从一旁的房屋残骸中 取出一枚砖块 高高举起 猛地砸在了挣扎的妇女后脑勺 发出沉闷的声响 鲜血顺着妇女的后脑流淌下 她双眼微翻 瞬间丧失了全部的力气 摊在地上失去呼吸 老李 你杀人了 杀了又怎么样 是她先杀妖妹的 那你也不能杀了她 老子就杀 你她娘的别惹老子 不然 老子连你一起杀了 你在放什么狗屁 站在妇女尸体旁的几个男人 瞪大了眼睛 眼瞳的深处 同样竟染上一抹红意 他们暴怒地凝视着彼此 像是只剩下本能的凶残野兽 猛地扑到了一起 彼此厮杀起来